这个档回去可以再重音下的重音做 我们今天做什么呢 一这个一幅这个比较简单多重 然后再来就是这边清除掉 先合格不合格 然后多重逻辑输出并且加至终 至终可以向下追踪的 OK那这个回去一定要练习 不然的话后面一定还会用到 用到你可能会又卡住了 后面我们可能会上更快一点点 如果讲过部分我就不仔细再讲 然后这边的话就多重 有四种效果 那也可以把它清掉 那你可以个别清也可以全部清 所以这边做完之后的话会有这效果 然后呢再加上什么呢 加上那个框线实线跟红色 所以每个按钮你就要想到什么 对应的属性跟那个物件 然后呢加出线条 清除框线最后是这个效果 那再来的话其他就是回去 尽量多在其他地方 反正你上班一定会用到eSale 那你上班用eSale的时候 你可以把VBA拿来练习 利用老板的时间上班来练习 不是很好吗 老板应该也不会反对 你上班你不能用VBA 你只能用土法练钢 绝对不会这样 他当然会希望你赶快做完 资料马上给我最好了 不要拖 OK马上给 其实你以后按一下按钮就可以 但是你不要急着马上给他 一定要先放着一赚时间再给他 那最后下一个礼拜我们就是逻辑里面要end跟or 就是说我们今天没有end or 比如说你可能有两个交集end 连集的话偶 所以下一次的话也许这个来 回去可以先试一下这个 这个指的就是他如果体重超过 主要是这个针间体重反变 如果呢大于5% 那表示他要什么 他的体重 他的标准体重那表示他过轻 有没有这是他的体重 这是他的标准体重 所以他应该要吃胖一点 这个针间体意思说他要增加多少才变成标准体重 那这个是减 是说他距离标准体重要减多少才数额标准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这边是哪一些是标准的 哪一些不标准 那我如果希望快速做出来的话 所以这边的话可以有偶尔 其实这一题也可以用end over跟end都可以 那当然最后一样有VBA VBA部分的话当然就两个 一个是按按钮 一个是直接给一个针间体重 最后结果就自动出来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时间也差不多 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 那下一次的话就是把范例讲完 然后后面还会再带一个表单吧 输入资料 自动帮我填到某一个范围里面 那再来就是日期函数部分 那今天的部分就先讲到这 回去如果需要从复习 收到那个影片的连结的话 再自行加入到那个论坛 就是这样做的 到这一会儿 再看一会儿 大家请不吝点赞 我们就能帮我 如果您帮我 也不希望 或者我们帮我 我们帮我